- 這種的都是我喜歡的 - 現在是空間沒有吃的 - 歡迎收看 - 尋找獵奇台灣就來了 - 我們拍這個戲都很開心 - 到處吃吃喝喝 - 然後吃個奇怪的東西 - 對 - 那也感謝很多這個網友 - 提供意見 - 對 在下面有很多留言 - 還有很多私訊我 - 如果還有其他其他人的美食 - 可以跟我們分享 - 可以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 - 我們今天這一集要找什麼 - 找什麼 車輪餅紅豆餅 從小吃到大的紅豆餅 通常都包什麼 我只吃奶油 我包他只吃奶油 阿你李伯都不吃什麼蚵仔 紅豆綠豆 什麼豆都不吃 從小到大只吃過奶油紅豆餅 奶油的 我跟你講我們是要找的厲害了 一定有你喜歡的 牛蓮 我喜歡牛蓮 但把它包進紅豆餅裡 還有龍蝦 都是你喜歡的好不好 今天就帶李伯去打破 他以往這個車輪餅的迷思 好 來 跟我們這個中華館的餐廳 這間紅豆餅 你的最愛 榴槤車輪餅 還有龍蝦還有鮑魚車輪餅 厲害喔 鮑魚車輪餅應該要賣一點 應該不會太貴阿 三四百塊差不多了 好啦 買給你看 好 來 到手啦 比起來他這種便宜很多耶 我們先試試看這個龍蝦沙拉 這個30塊而已 30塊 龍蝦沙拉 龍蝦 真的龍蝦捏 就跟我們反的吃那個龍蝦一樣 但會不會皮太厚所以 不會不會 它皮其實沒有很厚 你看 牽絲捏 這個好好吃喔 而且它很有那個 很有價值感 吃了就是很划算 跟你說這三個塊 肉很大塊 肉很大塊 是咬到龍蝦肉的喔 對 我們以為碎碎的在裡面 這真的一塊一塊的耶 但它是那種板的龍蝦 對 板的那種龍蝦 就是你想像喝到龍蝦的 來 再來吃一間鮑魚 鮑魚 鮑魚也是看到顆粒的喔 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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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顆粒的喔 也是賣30塊 太爽了 太爽了吧 有吃到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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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做高鐵還是都很晚 真的是鮑魚的那個切丁一顆一顆耶 來來 最後試試你這個榴槤 榴槤它有兩種口味 一個是加起司 一個是加卡斯達 怎麼樣怎麼樣 榴槤味很濃耶 好 那就你吃就好 但我這樣沒聞到耶 好吃嗎 可以吃的啦 喔 很濃耶 而且你知道因為我 我喜歡吃榴槤 但我不喜歡吃榴槤製品 因為榴槤製品都很多那種假榴槤味 就是很難吃 但它是真的榴槤 對 它是真榴槤味 它不是那種假榴槤味 所以榴槤可能是要這個夏天 冬天來就沒有了 不知道 太濃了 嗯 不錯啦 還有一個我再吃看看 它的榴槤越大於卡斯達非常多 卡達變成這個口感而已 但是就是有點甜甜的 它起司怎麼樣 比鹹耶 一個甜的一個鹹的啦 也很重嗎 我比較喜歡卡斯達 還有一點鹹鹹的起司 怪怪的 喔 也是很重耶 但這個比較不會膩 也是很重 因為它真的用榴槤的肉 這個賣多少 40而已 稍貴一點 因為榴槤很貴啊 而且它榴槤用的料也不算少 喔 應該味道真的很重 好重 因為榴槤煮過味道會更重 它應該更重 羞味的味道更重 你平常在家吃那個冰的冰淇淋 沒那麼重 欸 秀的一聲 我們來到了整個新竹縣這個房價最高端的地方 竹北 竹北 位在於竹北重劃區這邊 清店九號鬥志所 來了 哇 所證不多了 欸 Oreo可不可以是 Oreo餅乾在上面 我以為是拿進去的 所以它裡面就是 Oreo奶油嗎 那裡面就是奶油而已 這就跟你吃一個奶油紅豆瓶 然後邊吃Oreo是一樣的意思 奶油豆瓶只要12塊 那既然來到我們新竹 哈嘎 哈嘎的新竹啊 你吃看看這個菜脯 菜脯總好吃的 有個菜脯辣的跟不辣的 我們都點看看 跟我們一般在市面上看到的菜脯 紅豆瓶很不一樣 一樣 它那個菜脯有點麻辣 對對對 我們點那個是麻辣的口 好像有辣炒過啊 有那個花椒味 跟我們家裡附近那個菜脯的差別是比較大 比較大 比較大一點 這個是沒有辣的 比較精緻乾淨的菜脯 蛤 你吃得出乾淨 它裡面的澱粉是什麼 你說它有一種東西混在一起的感覺 是馬鈴薯嗎 它 它是這個 豆四鎖 現在菜脯一個要五十塊 但剛剛我吃的那個麻辣的那個三十五 辣的三十五比較划算 那個我覺得可以吃 那個我住附近會常常吃 因為它裡面有加一些豆沙啦 我看到豆的殼 但我吃起來有點像馬鈴薯泥 馬鈴薯泥 應該是豆沙加了菜脯 最後來吃吃這個 蚵仔奶黃 它是這個 蚵仔泥加了蛋黃 豆好吃 豆腐蚵仔好吃 它蛋黃是很搭的 這個藥價多少錢 喔 六十五 但它的料是爆出來了 它料很多啦 而且這個煎得不錯啦 外皮很酥脆 我們現在在哪裡 萬丹 拼豆萬丹 欸剛剛整條路上都在賣紅豆餅 對啊 我們特別精挑細選這一家啦 豆廚子 馬卡龍紅豆餅 它馬卡龍的意思是彩色的意思 對彩色的意思 而且它裡面餡料也是蠻特別的 好不好 而且這一個賣十五塊 算貴 那口味呢 這個是咖啡嗎 它咖啡家的奶油對不對 咖啡奶油 咖啡奶油口味 它兩種餡料混搭各一半一半 上面是咖啡下面是奶油 欸很香耶 你看這個淡淡的咖啡味 然後它的奶油不會太詳細 最後帶一點咖啡的那個苦味 苦味 可可的那個苦出來 來咧 黃色是什麼 智子玉 智子玉 智子是什麼 它用四支花 所以它外面的餅皮就是黃色 然後裡面就是滿滿的蚵仔 哎唷 我幫你處理蚵仔 你蚵仔不像這個 這個蚵仔太真材實料了 蛤 蚵仔好香喔 這種吃不出這個四支花什麼味道 很顏色吧 它只是求它的顏色而已 喔好好吃喔 這比咖啡好吃 第一名 蚵仔好好吃喔 你還沒吃過其他的 你怎麼說人家 我先給他第一名 這竹炭黑芝麻 蚵仔嘛 外面就用竹炭做 裡面應該是包芝麻 這個你可以你嘗試看看 它的餡料都走很真材實料的 很濃郁的那個芝麻香 但它還是蘇芋頭 紅色的 用紅麴啦 然後裡面是什麼 豆奶 顧名思義 我告訴你就是 紅豆加奶油 然後外面是紅麴嘛 所以它這個餅皮就是 呈現一個紅色的 真的有點粉紅粉紅的啦 那個紅豆感覺超真材實料 我看到一顆一顆的 萬丹產地的紅豆餅就是實料 我已經來吃了好幾次了 就是特別香 要做高鐵來吃 都划算 要是紅豆餅就是要做來萬丹吃 最後一個是抹茶紅豆就綠色 喔 它也是餅皮啦 餅皮是抹茶 它裡面包紅豆 抹茶紅豆 這好日式的一個口味喔 對啊 這個你又不能吃了 你又不吃紅豆 它抹茶味有出來很香 它跟紅豆味道算平分秋色 剛剛那個整個就是紅豆搶走所有的味道 這個我可以給它第二名 所以蝦仔是第一名 蝦仔是第一名 蝦仔是第一名 這一個第二名 很可以 好不好 來囉 接下來來到板橋 太極熬的紅豆餅 紅豆餅 它的料很特別喔 它有包高麗菜飯 吃醋肉的 然後胡椒蛋 胡椒蛋 胡椒蛋是煎蛋的意思嗎 然後它有五餡 它的招呼飯應該是五餡 五種餡料全部合在一起 然後一搭個 太大了 吃醋肉 這下午吃一個很飽耶 我們先拿出的這個是高麗菜飯口味的 它真的爆了 我想說這樣一個多少 你猜猜看這樣多少錢 我知道它一定賣十幾塊 但這一樣也十幾塊嗎 它滿滿的飯 高麗菜飯真的滿滿 這真的吃醋肉 因為它就開在那個治理科大外面而已 我賣學生 這個學生今天也吃醋肉 這十二塊而已 就每一個口味都十二塊 這應該是炒飯吧 有點像炒飯耶 吃看看 這只有你炒飯 它裡面有點像飯糰 這跟我們那個蘿蔔絲有點像 黃豆餅不會吃那個鹹的 會吃蘿蔔絲 這很有飽食感耶 我就想說這吃一個下午很飽耶 超有飽食感耶 這女生要吃兩個就飽了 但又有菜又有澱粉 所以難怪那個大學生都要去買 一定要啊 欸大學的話這個二十幾塊可以吃飽 男生可能吃三個 吃三個我覺得這很飽了 超飽 你吃看看 很像夾飯糰在裡面 超飽 超有飽食感 比較少一點肉 12塊你還要肉 你餓了太多 12塊而已 你還要肉絲 你還要肉絲 太鹹 再來這個是胡椒蛋 就比較小一點 它就沒有爆開了 我們來看裡面長什麼樣子 欸 喔 蛋 它是煎了一顆蛋 給它塞進去的感覺喔 老闆這樣12塊當然也好啊 它蛋一顆不去就好幾塊錢 其實就很像吐司夾蛋啊 因為外面就是麵粉皮啊 這很像在吃早餐耶 然後吐司夾蛋就是會撒一點胡椒嘛 很像在吃早餐的感覺啊 好吃耶 它已經不是甜點 它就是正餐了 對啊 來最後它的招牌 五線 五線這20塊啦 它你線都爆炸了 五線都爆炸了 爆炸了整個真的爆炸了 這個看起來啊 這很美觀喔 這個 來看看裡面它是什麼 喔 整個糊在一起囉 我以為它會照那個 好像調色盤這樣 欸很難耶 不要為難老闆 這是 還算合理啊 因為它基本上全部都是甜的 只有起司稍微帶一點鹹的 而且這些應該本來就是紅豆餅裡面會有的 對啊 等於你吃一個吃五個這樣 是合理啊 剛剛 你就分別不出來 喔這個是奶油還是紅豆的香 因為它合在一起 就是一種甜甜的香味而已 然後大部分都是芝麻的味道 芝麻味道很重 芝麻比較重一點 欸這間大推而且它的料都沒有 該開玩笑 每個料都是好吃的 真材實力 難怪它大台長龍 大推 最後一家啦 來到這個桃園 這邊桃園是這個 算鬧區喔 這邊熱鬧 對這邊蠻熱的 中華路跟明珠路交三個 這間算是老店 找店了 附近的那個居民啊 隨身都會來買 這邊很特別的口味 我覺得很特別 但你覺得不特別 我覺得不特別 杏鮑菇咧 很特別 你怎麼吃過杏鮑菇 沒有 你哪裡吃過杏鮑菇 我真的有 我以前學校旁邊就有 你以前怎麼學過 那個台底 杏鮑菇耶 我最多杏鮑菇 杏鮑菇高麗菜 我都吃過 我們點了這一個 它的杏鮑菇口味 然後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 和風蛋口味 它製作過程多費工 然後一個賣你20塊 對這個20塊 杏鮑菇也20塊 它直接煎一顆蛋 火腿 還有蟹肉 然後跟那個 美乃滋 美乃滋 再給你灑一下這個海苔粉 哪有 杏鮑菇的口味 它裡面就是一道菜啊 黑胡椒杏鮑菇 黑胡椒杏鮑菇 黑胡椒杏鮑菇啊 炒紅蘿蔔啊 炒一些蔥啊 炒一些蔥啊 這就是便當的配菜啊 然後把它夾進去 幫你夾個皮 對啊 炒豆瓜 它說它是淡奶素 所以它應該是素肉 那種東西 聽起來很好吃 很合理耶 它跟菜脯蠻像的啊 跟我想像中有一樣 就是大家想要那種味道 因為它的用料還不錯 蠻多的 還賣20塊 還可以啦 好好吃喔 它的蛋有熟嗎 半熟的 半熟的和風蛋 哇 裡面不吃半熟蛋 是旁邊的 哇 好好吃喔 我覺得那個有像好吃的 也現做的 然後熱熱的 它就是一個早餐 漢堡 漢堡 是一個小漢堡的概念 這個才好吃的 這個才20塊 它現在蛋不是很貴 對啊 還賣20塊 這好滑賺喔 難得有這麼好吃 讓你直接整個剋掉 這蛋真的蠻好吃的 那半熟蛋煎的好賺喔 有中蛋 它比這個新鮑菇好吃的很多 好吃喔 好不錯 還有附近的朋友可以來幫他買看 和風蛋 和風蛋 好不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的 獵奇台灣 紅豆餅系列 好 如果你家裡還有附近還有什麼奇怪的美食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推薦給我們 好啊 這有那個我們沒有吃到的奇怪口味是和風餅 也可以 也可以 大家就給吃吃看 那個龍蝦 它這個 榴槤 榴槤是你的最愛 我現在吃完這一集 我最喜歡的是那個龍蝦跟這個和風蛋 龍蝦那個也好好吃喔 很划算 好好吃喔 重點純粹是划算這件事 對 如果一顆80塊就不划算了 對啊 太划算了 好啦 我們差不多時間我們就再坐高鐵去彰化 好走 再去吃一下龍蝦 坐高鐵都划算 好不好 坐高鐵吃都划算啊 啊